孟美琴在这里 已经完成了一个椰子投篮 陈哥 这里有一颗 陈哥 干嘛 现在是椰子在祖儿的怀里 祖儿在宝贝的怀里 你给我过了 给我给我给我 蓝队在第三轮终于是扳回了一城 现在第四局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已经准备好了吗 第四轮比赛正式开始 大黑牛来了 冠坤也来了 我们看到中间椰子出棒面的对决 仍然是大黑牛和冠坤 好 漂亮 三个椰子都已经落入到水中 这边 又是一个大力的手抛球 杀一哥 郭麒麟远投三分得分 把篮子拔了 这一局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了 先是郭麒麟一个三分远投 再是李承一个篮下的扣篮 终结了这一场比赛 现在比赛已经到了关键的决胜局 第五轮的比赛了 所以在这一轮谁获得了胜利呢 就获得了整个游戏的胜利 来 各位已经准备好了吗 让他们的 美琪 假装唱歌 你这个表演太滑水了 好 来 少生响起 英文的训价正式开始 好 这次我们两队有了军子协定 据说可以让男生不去争夺椰子 而女生上台来争夺椰子 我们看看 接下来的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上走 往上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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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 上了 郭麒麟 现在先来到那边 来到了椰子树下 下去 我上来 下去 来 美琪 下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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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 问题同时出现 那么孟美琪在身高不足的情况下 选择了动脑 晃一下 晃一下就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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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晃一下了 晃一下 来 我们看到有一个椰子 同队已经拿到了一个椰子 在攻击力这边叶子拿到一个 第二个 在攻击力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子越过了他的头顶 快上去 快上去